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这个碗里 它这个蒜烤的是比较生的 它这个蒜烤一个也是好大个 它这个安全蛋烤的好棒啊 喜欢这种流心的蛋 滑滑的 让整个蒜烤就有那种僵杂 回来吃个没有加蛋的 尝尝 尝一个没有加蛋的 它的蒜烤很大一个 算是大型的蒜烤了 我一般在我们吃烧烤的时候 有那种你跟服务人说 你要个中的蒜烤 你很有可能在广州吃到的 就是特别特别小的 就是一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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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蒜烤都特别大 因为它都换给了很多 所以它一点都不会腥 是蒜烤独有的那种鲜味 好多汁啊 它里面还有这个生蚝汁呢 烤出来的生蚝的汁水 这个好棒 生蚝就要烤着吃才好吃 我觉得烤过的生蚝它有个非常棒 因为它边边会粘在这个壳上 烤过之后呢 它的边就是一种那种酥酥的口感 然后它那个咸腥味就会被昆烤出来 然后它里面呢又还是带着汁水的 哇所以超棒的 嗯它加了鲜鲜蛋好吃 那个你知道生蚝有句代言词吗 它的广告语 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这句话我总是会在书肚鸡看到这句话 大平时吃生蚝一般都是烤的吧 或者蒸的反正都会加蒜 可是我还挺喜欢吃生的生蚝 然后蘸鸡沫酱油 我真的是好爱吃生的东西啊 生虾生蟹 生蟹 生的生蚝 每次吃生蚝最烦恼的一个是什么 每次吃生蚝的时候 它那个生蚝的柱会粘在这嘛 然后就特别难弄它 我每次就想吃它 特别难了不得然后就会这样狠 我的样子就特别搞笑 像个土锅鼠 它有些蛋是烤的比较熟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这样流心的 我觉得流心的这种就非常棒 它那样整个烧就变得很滑润 然后多了那种醇厚的那种 只有流心蛋才能吃出来的那种蛋香 好一盘已经吃光了 我们吃这个放哪儿 放哪儿 先放着吧 等会儿别起来再吃第二盘 这个盘就是没有安全带的一部分 哇这个汁 我妈呀 真的手留下来 它这好处好有弹性 它整个生蚝那种口感是那种 很饱满的 不是说特别滑 是很饱满的 酥肠酥肠的 香 很好吃 上次吃了白贝 这次又是生蚝 那上次直播的时候就吃了好多虾 感觉我真的是海洋天敌 像我们吃鱿鱼吧 我喜欢吃铁板鱿鱼 来几百只 我这里提醒一下 如果不是很爱吃蒜的话 建议你们来这里吃的话 让老板就是 会让厨师就叮嘱它 少换一点蒜 因为它这个蒜 都是那种蒜粒 它是那种蒜味比较重的 比较辛辣一点啊 真是吃完整个嘴巴 全都是蒜味现在 哇一口一个好满足 这个可以让它加了 让它少放点蒜 再来五十个 六十个 加六十个 都可以吧 六十吗 嗯 我本来想说先加五十个 一想二百五不行 然后我就说再来六十个 对了说一下 我今天来的这家店啊 它叫侏罗记 在广州它是好多好多分店的 他们家的这个装修很特别 就是感觉是那种恐龙时代 原始时代 它们家除了烤平豪的话 还有其他很招牌的 就是一个是 芝士烤榴莲 还有一个是 景州那个小羔羊串 那个特别好吃 我今天来的这家店呢 是太古会店 然后太古会店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们是 其他猪肉计店的升级版 就是有一些是 其他猪肉计的那种串店 没有的 比如这个 芝士烤榴莲 其他家猪肉计 都是 只是烤榴莲 就没有芝士 他这也是添加了美国芝士 还有一个系列 就是红柳木烤船系列 也是只有太古会店有的 问大家的问题 吃烧烤 就是海鲜类的 你们都会点什么 手点什么 只能说一个 一人只能说一个 买到最大的 就是那一人的 你不懂 买到最短的 你不懂 所以我还要来 吧 鱼奶油 有那么多 就是你 有那么多 好吃的 你吃不饭 吃不饭 吃不饭 就是不饭 自己想念的都是你的笑容 我坐上了 你的彩色热气车 玩的世界 只要你陪我 我还要吃个热的 我终于可以吃热的了 这个热的真的很好吃 爆汁的 我要沾个芥末吃 对了我刚刚开头的时候不是在说生蚝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那么永远吗 我还特地百度了一下 就生蚝它的营养元素非常多 它里面含有新元素特别多 还有各种什么 霓黄酸啊DHA就是对脑子比较好 还忘了一个还有什么元素 然后它是对防治高血压是比较好的 要多吃啊你 你多少岁啊 你九几年的啊 你九几年了 十月 这个它比你还大 刚刚讲吧 要吃就要吃 阿杰是多讨厌你 那你怨我了哦 挨到生气变适合你 你们俩有什么故事 说出你们的故事 我们两个帮我打架子 啊 啊 老虚 咬到 咬到 咬到咬到咬到壳了啊 好痛啊 蒸生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生蚝清理干净之后 然后你就拿蒜做蒜末 就还是我那个蒜泥的方法 就是蒜末上面加一点点的盐 然后再倒油泡一段时间 一定要泡一会 然后再蒸生蚝 再放上去 再浇到生蚝上 然后大火去蒸 那样蒸出来特别好吃 什么 你要请我吃饭啊 我听到了 你说要请我吃饭 这阿姐你们是不是听到了 阿姐请吃菜了 阿姐吃饭 嗯 我刚不是说加60元 我感觉刚才上那一盘没有60元 没有了 皮货给你吃吗 没有 他刚才外出没有了吗 没有了 都没有了 好吧 那我们一会煮下一公车倒个吧 又把人家吃没货了 又吃了人家一中午的货 哎 对了 就前几天微博热收他有个话题 就是说 你朋友圈里面就是什么 你微信好友里面什么样的行为 最让你受不了 我感觉就是 我给他发信息 然后他不回我 然后他还发朋友圈那种 我就是想吹爆他的头 你自己接受不了你微信好友里面的 什么样的行为 有时候就算这么一点了 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 没了 加不了了 没了 全没了 好吧 不迟到别人下班了 那我快点吃 你们是不是想下班休息 你们是不是想下班休息 我吃到贱墨了 贱墨 贱太多了 我吃到贱墨了 贱太多了 这就是刚好6T 668笋 你问我我被子打乱了 5354 255个 255个 精准核算 好了 刚才我们数了很多遍 今天一共是吃了255个生蚝 然后店里面已经没有货了 如果你们想要吃生蚝或者喜欢吃烧烤的话 就可以来猪肉鸡这里尝一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为我多评论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吧 对了 补充一下 它这个蒜不是被我剃出来很多吗 因为吃多了蒜会口臭 所以这一份蒜我今天就不吃那么多了 我刚才吃生蚝的的时候 已经连带的吃了很多了 这么多了 下雨药 他们会见 hasta个大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